OK,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从37课的语法开始说起 37课的语法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刚说过了要学一个新的时态 叫做一般将来时的一个结构 那么说到时态呢,我们再回到上一节课 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板块 时间加上状态 那么今天所学的是叫做一般将来时 所以大家想想,一般将来时的时间是什么呢? 对的,时间是将来 那状态叫什么呢?叫一般 但实际上呢,一般将来时今天所学的这个结构 表示的意思就是一种计划和打算 实际上就是现在对未来的打算 OK,所以叫做一般将来时 OK,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说起 这个剧情结构呢,叫做be going to剧情 关于这个剧情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听说过 这个传说章的be going to剧情 好多人都好像一口就能说出来 实际上呢,它也不难 我们一会儿会告诉大家,实际上它就只有一个点 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用心的去了解 好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用啊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用到be going to剧情 简单的说来,一句话 就是当你在预先计划一件事或者打算一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be going to剧情 比如说,我准备今天晚上去游个泳 我打算明天去理个发 就这些事都可以叫做be going to剧情 OK,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固定形式 因为你会发现呢,每一个时代都一样的 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结构或者叫表达 那么be going to剧情当中 实际上那个be呢,是个be动词 在今天所学的这个时代当中呢 这个be有三个表现形式 isMR 然后呢,再加上going 再加上to 这就是be going to的固定形式 好的,接下来呢 在使用be going to剧情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这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我们在今天学be going to剧情的时候 也是唯一的 在这个问题上 你最需要够明白的事情 他叫什么呢 叫后面接动词原形 所以呢,很多同学都可能会听说 be going to do 对了,这个do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要加动词原形 这个意思,OK 好的,那来我们来举些例子了 比如说 我打算周末去逛街 来,大家说说 有人逛街不会 逛街很简单,叫go shopping 好,那么说 I am going to go shopping 这周,周末 叫this weekend 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 他打算把旧车卖了 买新车 这么说 he is going to 这个旧车卖了 卖叫sell 买叫buy 所以叫 he is going to buy a new car and 这是什么 哦,先卖 he is going to sell the old car and buy a new car 这就是这个句子 很简单 那大家来关注一下 第一个句子的动词是go shopping 第二个句子的动词是sell and buy 都是原形 原形的意思就是 后边什么都不能加 不能加s 不能加ing 什么都不能加 就叫原形 OK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说这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后边加动词原形这个问题 呃,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从一个片段开始说起 大家一定听说过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呢 叫做Friends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六人行 或者老友记 很多同学非常熟悉 那现在呢 我们要看一对六人行当中的片段 说的是一个New Year's Eve 一个新年的开始 或者一个新年的那晚上 那么西方人呢 都会有一个New Year's Revolution 就是新年开始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新年的愿景 每个人都要表达一下 那么一会儿呢 就会有一人来表达一下 他新年的愿景 就是他希望今年怎么着怎么着 那么大家呢 在听的过程当中来找找 这里面有没有Be Going To剧型 好的,现在我们来开始看 好的,想必大家已经发现了哈 在这个片段当中好像没有出现 我们刚刚所说的Be Going To剧型 是吧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是有 只不过他说的跟咱说的有点不一样 他怎么说呢 他说I'm going to be happy this year 今年我会开心的 这句话跟Be Going To剧型是不一样 但实际上就是Be Going To剧型 那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解答一下哈 就是说在英文当中呢 很多的表达方式都会有口语化的说法 这个Be Going To剧型就有一种 比较口语化的说法 叫做Be Going to 所以说呢 在口语当中我们会把Be Going to 简化成Be Going to 这个时候呢 就会使得这个句子说起来更快一些 或者连读更强一些 但是呢 请大家记住 这是口语表达 仅限于口语表达 意思呢 就是说在书面语当中 大家不能这么写 就是英文当中书面语和口语 它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比如说在雅思考试当中啊 大家要是写作文 是不能够写出这种口语 类型的单词的 这是会被扣分的哈 就是一定要严格的用 Be Going to的句型去写哈 所以呢 这个I'm gonna be happy this year 实际上就相当于 I'm going to be happy this year 是吧 好的 那这个句子呢 咱就明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研究一个小的细节 这个句子当中呢 有一个词叫做Be 我想请问大家 你觉得这个Be能不能被省略 就是我不要这个Be 我就说 I'm going to happy this year 可以还是不可以 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行还是不行 对的 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们来说说这个Be的重要性 我们刚说过哈 在Be Going to 进行的使用过程当中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这个小小的要求叫什么呢 后边加上动词原型 那么请问大家 如果我把Be去掉 剩下三个词 Happy this year 这三个单词当中 哪个是动词原型 它们连动词都不是 更何况原型了 是吧 所以这就违背了 Be Going to 句型的原则 不符合它的要求 所以这个句子当中的Be 是不能够省略的 而且一定需要加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 好的 那么根据这个句子 我们就可以推而广之 其实 Be Going to 句型 本身很简单 更为重要的句型 应该是后边这一个 叫什么呢 叫Be Going to be 然后再加上那些 非动词的词形 比如说 加上一些名词啊 形容词啊 借字夺语啊 等等的 总之 只要是非动词 你必须在前头先加个be 再来说话 否则就不能够满足 Be Going to 句型的原则 或者是要求 OK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样哈 我们来举些例子 我说 我打算下周开始忙起来了 这句话怎么说呢 你先判断一下 忙是什么词 对了 形容词 所以你得使用 Be Going to 句型的话 就得怎么说呢 I am going to be busy next week 这样就对了 OK 再来一个句子 他计划这周 待在家里 你先想想这个 待在家里 我们是不是经常会用一个短语 叫at home 所以呢 at home是个借词短语 所以你需要把这个句子 变成什么呢 叫 He is going to be at home 这样就可以了 This weekend加上就行了 最后一个例子 这个孩子打算以后成为一个医生 怎么说呢 医生是个名词 不是动词 那好 我就知道了 叫 This kid is going to be a doctor 就可以了 This kid is going to be a doctor 好的 那么以上三个例子呢 忙是个形容词 待家里是个借词短语 然后呢 成为医生是个名词 那么这些非动词的词 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务必记住 要加上一个b才能使用 否则就绝对不行了 所以呢 这也是be going to句型 在使用过人当中 唯一的一个考点 要不然的话 这个事态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的 接下来是be going to句型 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关于它的其他形式 也就是说 疑问句怎么变啊 或者否定句怎么变啊 的问题 关于疑问句啊 我们在第一课就学过了 一般疑问句 把isMR这些系统词提前 那么今天呢 在be going to句型当中 也有isMR 同样的道理 他是助动词 把助动词提到最前头去 所以叫 is he going to are you going to 就可以了 OK 那否定句呢 很简单吧 因为有be 所以同样道理 在be后面加not 就可以变成否定句 我们简单练一下啊 比如说 他打算周末去逛街 现在呢 我们把它变成个疑问句 怎么说呢 叫做 is she going to go shopping this weekend 就可以了 那样否定句呢 叫she's not going to go shopping this weekend 就可以了 OK 所以他的其他形式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好的 那么关于be going to句型 我们要稍稍复习一下 总共有四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 什么时候用 说一下 叫做表示计划 和打算的时候用 第二个就是他的结构 叫什么呢 be going to 其中be叫 isMR 所以叫 isMR going to 第三个问题 叫小小的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 他后面必须要加什么 动词圆形 其中be going to be 再加非动词这个结构 你要记得非常牢固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疑问句呀 以及否定句的变化形式 比较简单 OK 好了 那是完蛋的 愿 families 待会 我们下楼